公元1226年,曾经诗汉攻打西夏,联克河西驻州,梁州首将投降,从此梁州归顺蒙古统治。 蒙元统治者通过与西藏上城举行梁州会盟,将西藏正式归入中央行政管辖,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千古不朽的新篇章。 这就是白塔市的卡基,我们刚才看那个白塔,就是根据这个白塔市复原的,白塔市,这个白塔是在1927年地震所衰败的。 元朝统治梁州初期,延西西夏旧制,以梁州为西梁府。 公元1272年,元芬芬芬直辟帖木尔为永昌王,在五威城北山寺里的地方修建了新城堡,赤明永昌府,后又在永昌府设永昌路,管辖梁州地区。 撒加班自达,原名贝丹顿族,他是藏传佛教撒加派第四代祖师,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,简称撒班,撒班的意思就是为大学者。 在1216年,任撒加士施主,1214年,因成绩诗汉之孙,扩端邀请前往梁州。 商议西藏归属蒙古事宜,规定了管理制度,指明要清查户口,进贡房屋等,致使西藏归属蒙古管辖。 逐于梁州后,其右身灵塔建造于生前驻席之白塔市内。 梁州汇盟发生于公元1247年,撒加班自达,也叫撒班,他是当时西藏佛教最高领袖代表,跋涉了两年多,来到了梁州,与西梁王扩端,进行了会谈。 地点在东部幻化室,就是现在的梁州白塔寺院内,汇盟之后,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版图当中,结束了西藏400年纷争的局面。 撒班是佛教著名的撒加佛祖之一,他在梁州汇盟的时候就已经65岁了,汇盟结束后并没有返回西藏,在白塔寺弘扬佛法,讲经说法,70岁的时候,远寄梁州白塔寺。 这就是他的灵古塔遗址,撒班四十后,人们为他修建了撒班造像,铜头铁身,头戴法帽,身披法衣,盘腿耳坐,仿佛再现了再量弘扬佛法的场景。 八十八是撒班的侄子,十岁的时候,跟随撒班来到梁州进行梁州汇盟,被元奉为国师,创建了八十八蒙文,也就是蒙古新字。 四十六岁的时候,元寄于西藏撒加寺。 看完白塔寺,就要去看罗石寺塔,罗石寺塔又称道莹塔,位于甘肃省五威市内的九摩罗石寺。 这就是九摩罗石寺。 九摩罗石原籍天竺,出生于归职,后勤高僧,与真帝玄奘,并称中国佛教史上三大翻译家。 他幼年出家,初学小成,后辩习大成,由经般若,造语极身。 前秦福建文庆明,于建元十八年前吕光熙破规职,以迎九摩罗石。 前秦败王,九摩罗石留在梁州十七年,被尊为国师,开始翻译佛经。 九摩罗石精通佛理,又精通汉凡两种文字。 一出的佛经,竟能明确表达梵文原意,又能做到行文流畅,致具优雅,开创了佛典翻译的新纪元。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,社即是空,空即是社。 根据开源诗教录记载,九摩罗石共翻译佛经七四四部,三百八十多卷。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外国经书,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圣据。 九摩罗石所译经论影响很大,所译经文,一理原同,内容信实,字句流畅。 提倡回归翻译本质,主张用解释法进行翻译,率先把印度佛教按照本来面目介绍到中国,在中国历经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。 九摩罗石在异经的同时,还经常讲解佛经,遥兴及朝臣,沙门经常庶荣观听,功卿以下,莫不轻负。 沙门自圆而自者,五千余人,其浮屠于永贵,立班若台于中宫,沙门座禅者,横有千数。 红使十五年四月十三日,九摩罗石在长安元寂,留有舍舍利,并建造一塔,留存至今,就是眼前处理的这座舍舍利塔。